당신의 삶은 안녕하십니까? 내 삶을 들여다보는 시간 이제 시작합니다 당신의 삶을 들여다보는 시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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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近的人就是 他们陪在你身边 不会离开 他们深知你从小到大 所有的经历 还有你的脾气 你从不用怀疑 你的潜意识里告诉你 他们很爱你 并且不会离开你 他们亲了他们 陪伴你呵护你的义务 也给了你在他们面前 声嘶力竭 伤害他们的权利 你在他们面前从不伪装 也不掩藏自己的情绪 所以你也忽略了 他们的情绪 你可以轻松自在 随便做自己 你将自己最柔软的内心 展现出来 也毫无留情地 伤害了他们 最柔软的内心 你从小被教导 要谦让 懂礼貌会分享 于是你拿着自己 喜欢的玩具 送给幼儿园的小朋友 回家却因为一只冰棍 和兄弟姐妹打个没完 长大后 你在同事面前是 善解人意的好伙伴 什么难题 在你面前都能解决 可你却对朋友 不是故意地迟到 喋喋不休了一笑 你对领导 唯命是从 随叫随到 却没办法听你 逐渐老去 有点唠叨的妈妈 讲完一通电话 就着急挂掉 成长的过程 是让我们逐渐学会 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 而不是竖起锋芒 对抗一切 于是 我们学会了换位思考 学会了尊重对方 学会了体谅 学会了耐心 不管怎么看 你都比从前好了一些 甚至你的领导都夸你 比刚来的时候会处理问题了 可我们却一直没学会 和亲近的人相处 没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 难听的话 还是不管不顾地说 不满的情绪 还是全部写在脸上 冷漠的态度 也从不改变 你以为 那是你最真实的状态 你还不以为然地说一句 因为咱们关系好 我才这样啊 什么时候开始 大声 你是我最亲的人的名义 去伤害别人的情感 变得如此理所当然 网上看了一句话 你永远只能伤害 你爱的和爱你的人 我想这是个真理 但说起来 还是会觉得有些悲凉 学会爱人 首先就应该去爱 最亲近的人 学会尊重体谅 也应该最先尊重体谅 身边的人 他们经历了 你不懂事的毛躁坏脾气 也该现证 你温柔对待世界的样子 要想不失去 爱的天平上 索取和给予总要一样多 你能对饭店的服务生 说很多句谢谢你 你能对车上的老阿姨 迅速让坐 你能在路边大爷问路时 耐心执意 这是应该的 也没什么了不起 难的是 你能收起自己的坏脾气 对家人也笑呵呵 难的是 你能放低自己的嗓音 不再埋怨恋人偶然的错误 难的是 你能把你所有美好的教养 去善待和你最亲近的人 我能想到 最好的教养就是 不对亲近的人 发火 给他们宽容体谅 给他们细致的爱 和真挚的关怀 给他们足够的尊重 还有一个温暖的你 如果今天的文章 带给了你心灵的安慰 希望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 也欢迎大家留言转发 你的每一个点赞 都是给我最大的支持 好了 做个好梦吧 在下哟 学会爱人 首先就应该去爱 最亲近的人 学会尊重体谅 也应该最先尊重体谅 身边的人 学会爱人 首先就应该去爱 最亲近的人 学会尊重体谅 也应该最先尊重体谅 身边的人 学会爱人 首先就应该去爱 最亲近的人 学会尊重体谅 也应该最先尊重体谅 身边的人 在下 Tre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